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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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哥一个人在家 口袋就还有两块钱 吃一桶泡面都吃不起 好在冰箱里面还有肉 所以刀哥就想吃饺子 在网上搜饺子做法的时候却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说是一位阿姨在阳台上做饺子像的时候 把阳台给做塌了 看到这里 刀哥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探 那大妈当时真的是不在阳台上啊 可是刀哥住的是15层啊 要是刀哥像这位大妈一样 估计下期节目你们就看不到刀哥我了 看到这里 刀哥哪还有心思去吃饺子啊 为了一顿饺子再把刀哥的信物打进去 真的是太不成当了 刀哥我还没结婚啊 东方花准也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要是就这样挂了 就是做鬼我也做的不明目啊 其实阳台的坍塌 那些打包不平身正正义的人也不用喷了 这件事情并不能愿开花香 主要是大妈太用力导致的 谁让这些房子都是豆腐渣呢 反正肉饺子是吃不上的 像刀哥这样天上的胖子本来就捡不下去 再这么吃下去 别说厚麻了 不计亲妈都会把我赶出去了 毕竟刀哥不像那些后来变胖的人 最起码人家还能说上一句 哦 曾经受过 减肥肠女王郑多艳最近也来内地做活动了 被媒体拍到发腹的模样 也是深深折服了刀哥 刀哥我看来看去也说不清楚 这到底算不算发腹 毕竟这种很有抹性的东西 叫做拍照的角度 还有一种骗人的后期 叫做屁眼色 不过刀哥倒是敢肯定的说 那些哭着喊着说再也不相信 曾多艳的人 估计都是又懒又肥的胖子 你们就是想证明他的减肥操不管用 自己好讨的不动他吗 不仅自己胖还要嫌弃别人胖 不仅自己懒还要给自己的懒找借口 不像刀哥胖的心安理得 胖的本贵自然 不是曾多艳减肥操对刀哥不管用 而是刀哥跳完要吃三大懒饭 还不如不跳 胖要承认挨打站了 就算跟曾多艳老师学不到减肥 还能跟他学学合影技术呢 下图是曾多艳微博回应发幅传闻的照片 合影的时候尽量靠后显得联想 桌子挡住了下半身 处理头像的阴影又遮盖住了左脸 双臂向后夹胸显得得过细 嗯 根据这段照片 我们确实不能说他胖 因为这段照片上 我们基本没有看见曾多艳老师 看见没有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了 不仅知道怎么瘦 还知道怎么瘦 不愧是和苍老师起名的硬盘女生 苍老师操练了中国男人 而他操练了中国女人 其实发福了又有什么要紧呢 热爱印度人人就算是胖子 也是灵活的胖子 本期的新闻起发秀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订阅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